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看警察一要而上 直接进到车子里面 高速追逐抓到坏人 感觉是真英雄啊 但是我们回到现实生活中会发现 台湾的警察开的车 好像有点落差咯 今天我们好好利用这个机会 好好来看看台湾警察的车子的配备也好 性能也好 到底能不能够帮我们抓坏人 保障我们的安全 还是他们的安全 才需要被我们保障呢 非常欢迎今天加入我们的各路达人们 欢迎资设社会记者王瑞德 还有开车比坏人还要快的试车手 叶明德 记者答案张乃婷 还有这个车速也极快的 谢藤惠Eric 今天我们先来看看 人家说你所不知道的警察秘密答案 其实警察的秘密也很多 话说四月份台湾市警察 接到一通电话 喂警察咯 有人烧跑 警察赶快出道了 结果警察烧跑来那种座会 很热烈耶 瑞德哥 事实上这个悲剧发生在四月底的时候 那时候是因为逢甲夜市凌晨四点多 三通电话打进来说 有几十个青少年在斗欧 还有飙车组 所以警方就赶快去了 去了以后这些人就试散 然后再赶快无线电请求支援 所以台中市的第六分局的 另外几个派出所 其中一个另外一个派出所 赶快过来 过来了以后就不幸的 因为两边都急着这个过来嘛 就砰的就对撞了 就交叉路口两个撞在一起 冲撞力道之大 事实上除了两辆警车 几乎形同废铁之外 撞了前面就烂掉之外 他们还撞到旁边的那个五辆车子 然后呢 路灯也撞了快要断掉 然后最后冲撞到冰仔 冰仔齐落等等 那这个案子呢 造成三伤还有一个命危 这个检性远警 当时其实感到现在 他们救护车感到现在没有心跳 赶快CPR 所以送医院以后呢 又赶快把他救治了以后 勉强才恢复这个心跳呼吸 所以这样的案子 让我们非常的惊觉 就是说警车他因为执行任务 所以他常常必须要闯红灯 他必须要及时 那他必须狂飙 可是问题是他今天警车跟警车 或者是警车跟一般车 撞上去的话他会怎么样 那如果你现在 如果只有前面有这个安全气囊的话 那后面的警方 警车或者警方或者是可能嫌犯 那到时候发生车祸的时候 他们的安全怎么办 那还有就是说 那也从这个地方看过 事实上不是每个人 都可以这样的高速驾驶这个警车 他们虽然在这个受训的过程当中 会经过这样的训练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子了 你看那个我们现在国道高速公路警察局 那个B&W刚来的时候 必须有三个国外的B&W的专家 在南投的那个车厂 对不对 那个车厂专用跑道 专门训练一个一个一个这样训练他们 才带得出来 所以你就知道如果单靠这样的话 其实很危险 那如果万一是因为这样子撞上民众 或是因为这样子撞上不信 那该怎么办 他们是为执行任务 那当然是开很快 对不对 我们看到车子变形的这个样 车头全毁 然后这个板机全部都烂掉 然后当然人也是很危险 那因为这样的车子 我们仔细看一下 它好像是一台休旅车 刚刚瑞德总也讲了 买BMW也要受训 那如果是休旅车的话 在座的三位达人常常在试车 休旅车开起来跟一般车也不是那么一样 应该也要受训 对不对 德哥 其实休旅车它主要是重心比较高 那通常因为我们讲SUV 就是因为它可以有越野功能 你才会选休旅车 那后来都会行休旅 就是说它大部分是用前驱为主 因为它只是要那个外形 加上大空间 那警车买休旅车的原因是什么 我猜应该是后面要再追捅 有时候要崩路吧 也是要实用性 然后再加上我们政府的采购标案 其实是比较复杂 相对复杂 那我在猜就是可能他们有各取所好 然后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各线市的警车 其实还蛮混乱的 对 因为像以如果在国外来讲的话 他们警车的形式不会有那么多款 对 那可能主要还是在于价格 当然我认为 我认为会有这个问题的话 主要还是在于法条 就是当然这是两个层面 因为现在其实我觉得台湾的恐龙法官变多了 所以我觉得警察追会坏人的比例会降低 那坏人比例降低 你车的性能跟安全就比较不是这么重要了 那但是如果说在撇开这个情况的话 我觉得让警务人员有多一点保障的话 我觉得训练是训练跟应变能力一定要 因为今天不是说是SUV或是房车 因为都有可能发生类似的状况 当然 但在那个状况的情况下 你要怎么去做应变 比如说 比如说如果说是有些车是后驱的话 他在譬如车头撞到的话 他甚至可以用手刹车来缓冲 让车子有种滑移的那个来缓冲那个撞击力道 但是因为现场车祸的状况我们不是很了解 但是你光是这样讲 一般会开车的人都会觉得说 我当下我还当劲力道 我心里还想着要去抓坏人 警车就变得很危险 横冲直撞的 乃哥你看休旅车这个视野真的比较高 可是它的底盘的重心也是比较高的 其实我们来看 我们在说这个车子的操控器的时候 其实最简单有一个方法 就是说我们要说车身的重心 大家都知道休旅车的车身重心比较高 那怎么去看车身重心 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是引擎 引擎的高度 以我的笔尖来说 大概引擎的高度在这里 那你再看我们的座椅 你看它座椅的高度在这里 对不对 座椅的高度 然后你这个前轴轮的中心 跟这个后轮的中心 你画一条直线 这条直线的话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的座椅就是我们的屁股 这条直线出来的时候 这个轮轴的直线出来之后 你看你的座椅是不是在这个 这条线上 如果是的话 通常它的操控性会比较好 但是休旅车通常椅子坐得比较高 所以你的那个摆动会比较大 所以如果你说 真正要来追捕所谓的犯人 我建议如果是休旅车的话 真的是应该用尾捕的方法 而不是说你在后面追 因为利用通报的系统 还有我们的摄影机的系统 去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你用休旅车去追 其实应该这一两个月 可以看到很多这种休旅车 事故是警用车 不管是翻到田里还是什么 其实这都是非战之罪 因为你的当下 第一个就是想要防止犯罪的发生 对 像这种情形的话就这样 因为像瑞格哥之前也跟我讲 那个随护 它的车队中还有冲撞的 对 你有冲撞车队 他们要用的车又不一样 他们要拥有的技术又不一样 对 所以就是要熟悉 要给他们时间 所以我觉得警察同仁其实很辛苦 而且年轻的警察 我们也要保护他 不是说车子性能非常好 要抓到坏人 其实同步的安全也很重要 那什么叫做冲撞 等一下我们好好来看 艾大手上有一份 这是警车招标文件 等一下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过去就有发生这种事情 对 瑞格哥 冲撞这种事情太多了 警车出意外也有 对 没错 事实上民国47年就发生过 警车跟警车对撞 那那个时候很严重的原因是因为 车上坐的是官员 那其中一部警车坐的是 这个台湾省交通处的副处长 算是大官了 然后另外一部警车呢 他那个时候前面这个副处长 他是要去做 那个警察 要载着他去考察就对 巡视就对 那另外一部警车是这个 刑警载着检查跟法医 要去台东的成功证要验尸 结果呢 因为转弯就撞上去了 那撞上去了以后呢 这个台湾省交通处的副处长 他轻伤 受伤了 然后另外这个驾驶行警受伤 可是呢 另外一部的这个检察官 头破血流 那头破血流以后赶快送医院 那也没有办法去验尸了 赶快这个等于说 请另外一位检察官赶快 赶到成功去验尸 那这是警车跟警车 因为你速度都非常快的情况之下 很容易发生危险 那另外一个是发生在民国 75年的悲剧 那个是警车跟这个卡车 卡车对撞 那时候是一部警车 通常是用警备车的名义 用巴士 中巴小 大巴这样子 载着马 台北县警察局 他载了9个远警要去执勤 在凌晨的时候深夜 结果对面刚好一部大扣车 大卡车呢 突然间就过来 然后爆上去 9名远警当场四死五伤 你就知道大家都在 其实因为等一下要执勤很累 一执勤不知道什么事才能休息 所以大家都在车上睡觉 就爆下去了以后 连怎么死都不晓得 所以过去事实上发生过很多这样子 那警方我是觉得 包括警车跟救护车 他们的任务比较特殊 所以他们的黄撞系数要特别高 安全气囊的保护应该要特别高 不过我们在历次的 这个招标的过程当中 其实除了少数 比如说像国道警察之外 那大部分都是以价格标为主 也就是谁低 那谁就拿到了 这也是解释为什么台湾警车有一大堆 虽然厂牌一大堆 车型车款 但是还是以国产车为主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对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招标文件了 艾大现在手上有这一份 其实坦白说人家说看到警车发生一些事故 会觉得有点落差 但坦白说 那你给他的保障是什么 我们一条一条要看下去 其实我们先看一下 为什么我们这个黑白色的警车 会有这么多的形式 当然因为这个采购有分中央采购的 统一采购 警政署采购的这个规范 或者是县市地方政府自行 或是各分局自己办理的这个采购方向 风很细 所以才会有所谓的采购规范 那采购规范 也不是中央跟这个地方就一样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有时候看到 Altis的警车 有时候看到Outlander的警车 甚至也有看到这个福特系统的 这个吉普车型的警车 通通都有 好多种 当然其实因应这个 不同的环境需求 会有不同的这个警车的需求 这也合情合理 但是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一张采购规范 它写的是 巡逻车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警车是来干嘛 来巡逻 纯巡逻的 签这个签道表 加户访查 执行一些这个交通案件的 这些事件 它适不适合用来追逐 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一个 很大的重点 而且在巡逻出的状况 你要不要去追逐 也是要出发嘛 其实刚刚乃哥也提到了一个 很大的重点就是说 遇到这样子的状况呢 是不是要来追 或者是我们常常听到电视上 在讲这个所谓的口袋战术 他去围捕的一个这个状况 而且警察开的是巡逻车 其实瑞德哥最清楚 追捕这些枪击药犯 或是还有其他的嫌犯 还有刑事组 刑事组用的车辆 可能跟这些车就其他不一样 都不一样 因为他并不是采用警车的涂装 你在路上你也看不出来 他是这个刑事组的警车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台这个所谓巡逻车 1800cc的这个采购规范 当然排气量差不多 这个四门轿车是五门先辈 它通通可以允许 那它限制在1700cc到1800cc 当然因为县市政府地方 或者是中央它有所谓的 甚至还有2000cc的车型的一个采购 那它要求你是汽油引擎 四汽缸以上 那其实我们常常在电视上讲 现在很多小排气量引擎 甚至只有三缸 它的马力都大过于130匹 警车大概130匹而已 所以在定制这个采购规范 这些人是不是需要去调整一下 他的脑袋去思考一下 这是一个很大的重点 那我们看到在这个部分 1460的这个车高 特别的给它框出来 我们可以看一下 1460的车高是什么车高 刚刚好就是Toyota Altis这个车的车高 刚刚好 刚刚好 非常刚刚好 所以这个投标案结束了之后 最后采购是什么车 我们就不在这边讨论 不过我觉得刚刚看到这个 交通事故上面 警方在追逐的时候发生的事故 大家探讨这个安全性到底够不够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看它的配备 它的配备要求 四门电动窗 中央控制门锁 这都不是为安全的 原厂皮质座椅 好像跟安全都无关 原厂CD收音两用以上音响 我想我们警车都要装什么 无线电系统 他真的有时间去听那个CD音响 听这个歌星的原音声带吗 猜掉猜掉 换你安全配备来吧 看起来 唯一对安全有帮助的叫做 前座安全气囊 这算辅助气囊 对 这一份是2016年1月以后的 其实我们知道现在的法规 规定车子里面安全上 你也不能卖 所以这个真的是写的等于白写 电动可折后视镜 这都是所谓舒适型配备 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车厂上面 看到各式车厂的配备的时候 有规范所谓的安全配备 安全配备又分了主动式配备 被动式配备 像目前看到的这一些东西 几乎都是属于舒适性配备 对 防盗系统 动力方向盘 电脑恒温空调系统 我看也不太有人会去偷警车 免加水电瓶 然后最重要是后面这个叫做 行车记录器 其实现在我们都可以在 这个社群网站上面看到 警方对他们自己的这个行为 去做行销做得非常的多 才可以看到这个警察公布的一些 围捕犯人的一些画面 所以必须要要求有行车记录器 如果遇到的围捕画面 他们可以把这个行车系统画面 截取下来 剪接做一些警方的一些行销行为 所以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招标案上面的这个配备 有没有能够真正的保护到 驾车的远景 而且如果在高速行驶 受追逐的时候 我们最近一直在谈 这些安全配备 主动式的安全配备 比如说这个主动循击防滑系统 车身动态稳定系统 都没有啊 在这上面 完全没有看到 所以我觉得政府应该要 好好的思考一下我们的警用车辆 该怎么样来去定制一个这个标准配备 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买的车子 就跟你我到展示中心买的车子 是一样的 是 而且可能是入门款对不对 不要以为途装不同 装了个警灯 我们看到美国的警车 就有特殊的一些规格 稍待一些 等一下都会我们去做介绍 对 我们开车是出门玩 然后代步通勤 可是对于警察而言 巡逻车有时候要追逐犯人 所以人民保姆保障我们安全 那他们的安全没有被保障 以安全性来讲的话 德哥你觉得应该要加哪些配备 其实我觉得先把训练做好 这是最重要 而且我常常出差 会遇到世界各国的警察 不是说我都买车给你了 就是有时候会堵住 有时候会堵住 然后我觉得美国警察最威 为什么 因为美国警察真的很凶 而且咖啡串就闭出来 对 我们还曾经超速 他就拿枪出来 对 然后他的那个警车 都是用八缸的 他们也国产车 当然也是便宜 我们是四缸 我们四缸 而且包括真方车 勤务车全部都是V型四缸 而且他的那个警车 不只是八缸 因为他包括最近比较新的 他是用这个 Dolge的Charger 他用5.7的V8引擎 虽然那个引擎的排气量 马力比没有很厉害 370匹 可是你光听那个引擎 浑厚的声音 就很威武 370匹我们是130匹 对 然后他主要是 他们这个前面 因为他们的车 都是前置引擎后轮驱动 那就是你可以看很多 那个要什么 动作片 警察追犯人 他都要甩尾过弯 但现实生活不用这样 可是的确在某些状况的灵活度 会比较好 而且他的前保杆 还有一个那个防撞的 就是他们在追逐的时候 他们有训练 就是你用撞歹徒后保杆的 对 大概是45度角这样撞 然后让他翻滚 对 所以他有一些训练 然后再搭配这样的武器 我觉得就可以发挥的比较好 对 因为这次出状况 两台中央骑 都是休旅车 对不对 所以休旅车 到底适合拿来追逐吗 就算他是巡逻车 或者他是其他的用途 但是遇到犯人 你不追是会被骂的 对不对 所以他适合来追逐吗 其实我应该来看 所有的警用车 他应该就是说 什么车型就用什么 就跟我们消费者一样 就说盈廷 你为什么要买这台车 一定是因为家里需求 但是如果是我们是 为了追犯人需求的话 你是不是适合用休旅车去追求 当然一定是否定的 这个答案一定是否定 所以我们来看看 国产跟进口的这个 警车系数比一比 光是在台湾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警车 有国产的也有进口 刚刚艾大有提出来 我就觉得那个招标案写的 他简直那个人是 一 要嘛就不用行 把行路拿来抄一抄 上面有什么就抄什么 那被抄到的太爽了吧 抄这个也就好笑的是 你知道原厂 我现在还不知道哪一个原厂 有配行车记录器的 原厂配的 那这就是什么 改装嘛 你改装的东西 就放在警车上面 公然违法 因为没有透过安全的安省 我们来看看 像我们现在大部分的 所谓的国道跟市区 使用的警车来比一比 因为我们大部分 就刚成如艾大说的 我们在一般的招标 在一般马路上 我们看的黑白马 黑白马的话大部分都是用 比较常看到 都是国产的 国产我们有刚刚看到招标 就只要什么 两颗气囊 两颗辅助气囊的话 什么都没有 所以ABS 因为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想 我们市区的限速 大概都在70公里而已 所以就是 1800cc 2000cc 对不对 但是讲到我们国道的时候 你看 我们大部分都是采用进口车 对不对 进口车 不是我只要两颗气囊 或三颗气囊 四颗气囊 因为他进来的时候 他就标配六气囊 那是标配 对 你不能说 你特别帮我进口 然后那个 拔掉几颗 他原厂都会跟你说 不可能 我们在国外卖就是标准六颗 法规规定的 所以安全的系数 有没有比较高 绝对比较高 尤其高速公路 是高速进行 你看我们的速线 大概要90公里以上 所以基本上 防滑系统 循迹绑缓 都一定要配置 其实我知道在国道上 很多的车祸 大家看影片 那个车在翻的时候 裡面的人飞出来 有这样的影片 大家仔细想 都会 我看很多网友都会说 没系安全带 什么 错 我跟你讲 真正在翻滚的 那个抛甩的力量 因为你车只是 一顿 两顿重的东西 然后你已经 惯性 已经到100公里 开始甩的时候 我跟你讲 只要你的坐姿不正 安全带细了 然后用躺的话 很快就会甩出来 不管你有没有系安全带 一样会甩出来 所以国道这个警察 除了这个配备之外的话 他的这个稳定性一定要够 刚德哥有讲到 国外的警察都有配置 那个Bumper 家装的那一个 像SUV的犀牛角 超大一个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我们国道警察 他也需要配置一下那一个东西 跟市区巡逻的 其实也应该要配 为什么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时候 在最近的这个 所谓的新闻画面中 不管你是抓毒 抓什么枪 或抓什么甚至诈骗集团 人家躲在车子里面 隔二子贴得黑黑的 你怎么办 你当然拿车去顶 顶着他 你难道是跑过去 不可能 你根本不知道他里面有多少危险 你先自保的话 然后你看 我看到的 新闻画面就是说 我警车去撞的时候 我警车也大损毁 他车头都不见 对不对 然后去把他讲 那你说 这是不是我们 这个国民交的税金 你要去维修一台车 如果你装了这个Bumper上去 这个保险桿上去的话 也许可以减低一些 这个车体上的损伤 第二是更有效的去阻止歹徒 有下一步的行为 所以我觉得说 除了这个系数之外 其实在部分的特殊配备 也必须加装 像刚刚我们跟瑞哥哥讲 以前的部分的车还有防弹 就在车门加钢板 蛮少量的 很少量 可是这个我觉得就是 应该要退款 为什么 因为它是特殊用途 你特殊用途的话 当然要有特殊的一个做法 对 所以警车的内幕 就要问瑞德哥了 为什么市警车 是在市区跑的这种警车 用的是国产车 然后为什么 现在看起来跟预算 可能也真的是有点关系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们一般的警车 不是由这个 等于说 因为我们警车的预算 警方的预算 是由各县市政府自己编列 然后中央会补助 比如说像国道高速公路警察局等等 有中央来这个等于说统一 所以后来买了200 之前买了SARB 然后后来买了200辆的B&W等等 那么 台湾的警车 其实说来很可悲 最早的警车 其实是威力的吉普车 而且台湾的警车是红色的 以前都是红色的 全部是红色的 然后后来好不容易 终于可以买到 那时候1900cc的预容 1900cc的预容 1900cc的预容 对警车来讲已经是很棒 警方认为好棒 终于有自己的警车了 也是红色的 因为是红色 所以很多老百姓结婚 都跟警方借车子 你知道吗 因为都是红色的 当理车 那为什么现在的警车 为什么是这个 等于说黑白色的 跟一个人有关系 也就是前警政署长 这个严世席先生 他那时候在台北市 当警察局长的时候 他去纽约考察 纽约的警车是黑白色的 然后法律甚至于直接 把它定位在黑白色 所以后来包括加州 有一个加东警察 给人家拦下来超诉 然后对方超诉 结果告上法院 结果判无罪 不用划款 理由是因为 这个警察他自己好玩 所以把自己的警用机 涂成蓝白色 所以违反法律 法律规定要黑白色才可以 所以回来以后 他觉得黑白色很庄严 你知道吗 因为红色看起来 就像计程车或洗理车 所以后来 就把它改成了这个黑白色 好 那时候 然后呢 因为只有这个1900cc的 可是歹徒不断的进化 不断的进化 车子越来越好 所以 刚好有一款车子出来 台北市刑警大队很高兴 福特跑天下 跑天下 跑天下车子二十几年的 都还会跑啊 都一百多公里在跑啊 所以福特跑天下来的时候 台北市刑警大队 好高兴喔 编了四辆 那时候高雄市刑警大队 就 为什么我们没有 你知道吗 后来他们就有一步 然后有一步跑天下 然后后来更好玩的是 另外一步是一块钱美金 因为那时候有那个所谓的 我们跟美国关系还不错 所以一块钱美金 买了一部什么呢 福特的敞篷车 敞篷车当警车 敞篷警车喔 对 可以打开的 然后还可以把它弄起来的 然后后来不断的进步 不断的眼镜 眼镜到后来是什么呢 台湾第一部 因为黑道 它总是车子比我们好嘛 都是双B的 都开名车 所以台湾发生 你不问怎么追 你就是追不过去 追不上去 高速被它甩掉 所以后来有个民间的这个 等于说公司呢 它送了我们台湾的 台北市警察局 保安大队的训练小组 一部那个SARP的 等于说 涡轮增压引擎的车子 这部车子最特殊 为什么呢 它两个前门的钢板 是加厚的 所以呢 我在警匪枪战的时候 躲在这个钢板 这样跟对方这样打 然后子弹 因为我曾经看过那个 警匪枪战 民国八十几年初的时候 那个十大枪极药犯 成心发在五星街 那个不要说 那个长枪打过来 那个90手枪的子弹 打过来了以后 直接贯穿车门 这样过去 我本来躲在那个 一辆轿车 后来看到这样 我就后退了 你知道吗 因为我虽然穿防弹衣 但我不知道到底 会打成怎样 那当时那一辆很棒 因为它两个车门 全部是防弹的 只有前面的这两个车门 还有它在下面那个底盘 多装了一个 0.4公分厚的那个钢板 所以它撞啊撞啊 对不对 特殊地形下面不会撞坏 所以这部车很棒 可是问题是 那是人家送的 所以后来呢 紧接而来呢 台湾就开始改变了 为什么呢 像国道的话 买了薩本 买了200辆的B&W B&W车是很棒 实际真的开在高速公路的 不到100多辆 为什么呢 为什么 情治单位高层全部都征收 然后还有各部会部长拿去坐自己的公关车 然后后来他们这些人就很闷了 为什么呢 因为有情治单位把他们借了车以后 撞了 撞了以后赶快还车 那修理费还要你出 你知道吗 所以他们后来就透过媒体 把这个事情弄出来嘛 那弄出来后当然就规贱了 要插 要插就规贱了 200台就回去了 对没有错 那那个时候就是慢慢这样回来 然后后来呢 其实警方还买了大概200辆的 2800cc的雪佛兰 算不错了 2800cc的算不错了 结果没想到歹徒 知道警方换这以后 他换艾快罗密欧 你知道吗 然后警方一想 你换艾快罗密欧 我也换 所以后来又飙了220辆的艾快罗密欧 在民国80年的时候 像台北市的警方巡逻车 黑白车 全部是艾快罗密欧 那个艾快罗密欧 因为他那个mark很漂亮 对 有人专门来偷敲警察的那个艾快罗密欧 真的 那时候包括万伐分局 中山分局 我还特别把他拍下来 就前面那个mark被人家用轿 用起子这样抢走 都没mark 对 都没mark 那很好玩 然后后来也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大家警车 不断的换不断的换各种型 可惜的是 因为后来都不是以专业跟安全为优先 后来是以价格标为优先 所以后来那个价格 其实一部那时候价格是大概80万左右 结果压到70 60 这不断的压 那当然是国产车的天下 你不可能又要马而好 又要马而不吃草 不过 警方曾经因为要弃补那个药犯的时候 药犯就在高速公路上 咻就过去了 对啊 一气之下把这个是 灭警察 而且是刑警两三辆车子这样的增房车 对不对 后来把这件事情爆上去 后来警政署从上如流 购买40部的滨四三百 你以为很高兴对不对 好棒的车对不对 很棒啊 做了一天新闻而已 为什么呢 然后呢 因为台北市分发给各分局刑事组增房队 我们台北市分局有甲乙丙三个分局嘛 那甲几量 乙几量 那丙的一量 可是后来因为维修费用一年只有1万 然后没有保险 那谁敢开啊 有少数的分局长下令 避免在我当分局长的时候 你们给他弄个暖气八糟对吧 我要背债你知道吗 下令刑事组的刑警 不准随便开这部车书去爬案 要经过分局长同意 你知道吗 可问题有个问题 那这辆车放在车库里面会坏掉 所以必须开出去 所以有专门的公有司机每一天 要拿钥匙去开这辆 我们俗称叫六车 六车去六一圈回来 公里书要到 我那时候还拍照 然后报道这件事情说 你弄得那么好的 你弄得这么好的车 弄得好的车子给他们 然后呢 你又等于说 那个车子真的不错 冰4300在当年 有性能有安全 很棒啊 然后开出去真的很棒啊 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后来这些冰4车也是 没有用武之地啊 对啊 所以你要知道 那时候发生一些很有趣的事 我们有某个单位 到台中 采用台北到台中去查案 抓到人了 很高兴的 就去庆功 回来的时候 停在路边的那辆 宾室真方车不见了 惨啊 怎么办 总不能去跟台中警方报案说 我是台北市哪个分局 然后我的宾室真方车 我要怎么 有一个人很聪明 凝机一动 打电话给他 那个辖区刚好他的同学 在那个分 那时候叫分 那个刑事组不叫正常队 他说同学 我们来台中你们想要去办案 我们车被偷了 限明天24小时之内 这个时间 我要看到车子 你帮我把他放给台霸顶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台北500个警察 全部来抄理台中的所有台霸顶 电话一挂断以后 大家心里想这件事 您分去找都不敢报 对不对 哪有500个啊 但是故意放这个风声 隔天一大早 人都还没有离开台中 隔天一大早 同学打电话来说 同学你们记错了 你们不是停路口 你们停另外一个路口 车停在那边 而且那个钥匙还插在上面了 而且你们不是掉一步 你们是掉两步 我掉一步还两步喔 还有这种事情喔 我就掉一步怎么会两步 到底傻眼了 一部宾市一部BMW 你知道吗 原来台霸顶手脚很快 他已经装了乱七八糟了 台霸顶一听到风声 夭壽喔 台北市的警察 我们去偷偷警察 台北市警都要来抄 我们就没工作了 你知道吗 我们就全部完蛋了 赶快就把两步全部都放在那个地方 结果那怎么办 两步 因为这件事情不能让上面知道 对啊 就两步 两步就一起开回来 你知道吗 太扯了 一起开回来 所以掉了一步还了两步 那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个事 因为过了若干年了以后报废 那一部BMW就卖给我们一个 资深社会记者 所以才会知道这件事情 就掉了一台宾市 还了一台宾市 不要来问我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已经过法律追缩期了 不要错 葵瑞德哥刚刚讲到一个很大的重点 就是这个警车 为什么现在开始都用这个便宜的国产车 在保修上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 因为每一部警车 其实它有设立一个保管人 保管人其实他有一个固定的预算 去维修这个警车 保养这个警车 可是警车你知道 每天轮班是各个不同的人开 坏掉真的是很麻烦 甚至很多警察是自掏腰包 为什么我知道 因为大概2006年的时候 我在这个忠孝东路跟这个复兴南路口 被一辆这个大安分局警備队的 这个巡逻车拦腰撞上 结果他非执行勤务 他只是要赶回去交班 而且他从忠孝东路 东往西闯红灯 撞上我 在复兴南路的交叉路口 我那台是修了50万 那部车 警车有保险喔 他一直跟我苦苦哀求说 可不可以不要出险 为什么 因为他们出险 还要写报告 然后这个驾驶呢 要处分 对 要处分 所以其实远景在保存这些 保管这些车辆的时候 其实是相当的辛苦 那像刚刚这个瑞德哥讲到 那时候买了这个 艾快罗密欧164这个警车 那车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警车 车大2000cc 手动的武术排档 又会跑 操控又好 可是也确实造成了 这个各地方的这个警察局 负担非常的大 因为修理贵 毛病又多 然后零件更贵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 所以这是其实 我们应该好好的探讨一下 就是说 怎么去把这些衣服 有预算买警车 对 为什么没有一个正确 良好的预算编列 能够来去维护这辆警车 这才是一个很大的重点 踏山之石可以攻错 我们看看世界各国 怎么来挑选警车的 我们来看看 有些国家警察开的是跑车 而且不是一般跑车 几乎都是Top Car等级 包括有Auster Martin 然后包括有Bugati Vihome 还有Brabus的这个CLS Lamborghini也有Furry也有 还有日产的GTR 在阿拉伯这个地方 保时捷Paramera当警车 宾市的SLS AMG 都是非常性能猛爆 MacDarren的MP412C 以及Lamborghini的Glado 全部都有 那今天我们出门 带大家看看这一台 杜拜的警车是用哪一台呢 答案是Nobitech的Toronto的Aventado 我最喜欢大牛哪里你知道吗 哪里 我其实喜欢它所有 但是特别喜欢它的启动箭 你不觉得这个红色盖子打开 很像战斗机要发射飞弹吗 对 后面12缸引擎香气 对 对不对 大牛 然后我们直接Sport的模式开启 它的阀门打开 声浪就不一样了 好 那我们就走咯 来 走吧 来 走 你看我快到我眼睛都往后抛了 对啊 好像定点 定在那里 其实它的 你可以感觉它虽然换上了这个 跟KW合作的步名 你会觉得它的那个悬吊 冲击是直接迅速 但是它不会让你觉得有那种 弹跳感不舒服的感觉 而且它的舌头从后面一直船过来 整个人就会整个热气了 快烧起来 对 而且我们是把窗户关起来 你若是把窗户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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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有感觉跟它沾 好 太厉害了 你看那个降档的那种 迅速俐落 然后那个12缸的蓝爆声 收油的时候这种 对 你要体验一下 虽然 我的小时候的志愿是 当这个战斗机飞行员 但虽然我一直没有办法如愿 不过我也是 现在也算是一个陆地飞行 对 现在就是要体验一下陆地飞行 好 我帮你切 好 COSA 好 我们光切COSA 你可能会觉得不太过瘾 不然我们刚才把讯机也关了好了 真的假的 真的 好 把它的 这个ESC把它关掉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准备弹射 你要先深呼吸 然后 你知道那战斗机的那个机质抵抗 就是要用那个肌肉把 避免你的血液 对 冲不到头 所以你要先避气 好 那好了以后我们就 开始 对 有没有觉得那个血液整个逆流 对 而且它巴在转 它是原系巴 对 就是C148P强劲的地方 Oh my god 而且都有的那种爆发力 好像威猛而已 而且你要想象 它是四个轮子空转 然后接着弹射出去 那种震撼度你在外面的时候 我们之前有试驾过 它那个四个轮子空转的画面 你知道说慢动 那个真的是你看 看它轮子慢慢空转 把那个小石头带开 你就可以想象那种狂暴力 狂暴力 而且它可以 它可以一直这样吹吹吹吹 时速吹超过350 噶 它妹妹啊 对啊 对啊 这种性能已经不是说 强汉娘的自来行动了 对 对不对 而且你知道吗 很多人会问我说 如果他喜欢超跑 但是他没有那么敢开 那要怎么样去选择这一台车 我通常会推荐他们 即使你就是买四轮驱动的 因为这种 它四个轮子都有抓地力 都有牵引力 其实你在开的时候的稳定性 会比较好 尤其你遇到天气不好的时候 它也能够让你很安心很放心的 去驱策油门 尤其塞开北这样走走走走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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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算是感受一下 当杜拜警察的意欲哦 对 你看嘛 你追歹徒 能够逃过这一台杜拜警车追击你 大概要开火箭了啦 太难了 对 对 性能好 翔哥 大牛当警车 对啊 要如果抓犯人 犯人只能坐旁边 没有啦 他们那个没有在抓犯人 没有 事实上我去过杜拜很多次 我没有一次看到真的 Lamborghini警车 宣传片不就是那一台 对 所以那是宣传 要鼓励那些有志青年去从军 去当警察 就像30多年前 TOPGON刚出来的时候 那时候流行两件事 流行吹风 因为他要看TOPGON 看阿汤哥骑那个重机 然后还有皮外套 但是那个年代 在美军 他招募新兵的时候 就很好招 大家都想要去当TOPGON 但是那不可能可以宣传 那事实上我真的看到Lamborghini 当警车 只有在Lamborghini博物馆 对 他是在巡邏 他固定捐两台 就是他历代 他从Galato开始 他两台警车放哪 一台放Brona 另外一台放罗马 但那主要就是说 譬如真的有人 譬如说心脏需要移植 他需要的高速攻击 然后才会 特殊任务 特殊任务 然后后来之后Lamborghini 有出新车 包括现在Rocket 他还是坐两台警车 那把Jerd收回放博物馆 他是这样来巡回的 对 那我们刚才看那一台 其实不是真的从杜拜开来 对 他是杜拜式样 那台是杜拜式样 那台湾就唯一一台 那他是等于三一国益机 他自己代理 Novitek Torrado的改装套件 他把它改完 那因为Lamborghini 其实现在卖得很好 尤其是大牛 那我试过新的 包括这个 就是初代的700匹的Aventado 然后跟现在我手上拿这个模型 这次算是后期款 也就是S 那那一台Torrado他差异在哪里 他差异就是说 他的动力已经提升到748 已经跟这个SV的等级接近了 差很猛 对 然后他还有一个尾翼 碳纤维尾翼 加上他碳纤维套件 那Novitek这个车款 他其实有个改装套件 有个特殊的地方 就是说 他不会破坏原本的造型 就是说你原本 我们最漂亮就是这个曲线 他会保留 他只是在这个前面的下老流 侧群那些 来做一个点缀 但是撇开这些不讲 吹起来真的很过瘾 你有感觉吗 我也想要去做警察 因为我给你讲 那个地方是因为太小 如果我们再换大一点的 或是甚至在赛道 这打击犯罪 我真的不要说lunch control 直接带你上月球了 对 那个弹射的力道 对 也就是全时四轮驱动 是安全的 不过说真的 那个如果当警察 我也感觉太差了 因为你看嘛 事实上他这个价格 不止2500 2500 不止2500 那一台 那台差不多破3000 对 那包括像新的Aventador S 他也是接近3000 但是在台湾的体制是不可能 我们蔡英文总统 买的防弹车 2500 就准备了 哪有可能 让警察用到 用到一台2500 而且你想要后勤维修 要花多少钱 对 就很难 一万块钱 油钱都不够 油钱加满都不够 警察自己要卖肾 对 这真的是很难去维护他 这个是各国的做法 等一下休息一下 我们就回过来看看 台湾现在的这一个红斑马 又有什么样秘密的配备呢 马上回来 好 那我们也要从安全的角度 来帮大家看一看 其实有些车款 真的适合当警察 以保护我们人民保姆的安全 其实车款还蛮多的 对不对德哥 对啊 但是因为这是 美国有一个单位嘛 就是安全保险协会 那他们有做一些撞击测试 那他列了洋洋傻傻 列了几款 但是很多台湾都没卖 没有的 那其中有卖的呢 譬如说像 我举例像譬如说 你上的Ultima 他台湾跟Maxima 他台湾的原生车款 其实叫做Tiena 就刚才你看到那个警车 那已经变成国产嘛 对 然后还有包括Camry也有 那还有 还有些车 那当然就是因为 台湾的采购标 他要是以价格标为主 所以说基本上一些进口车根本也进不来 那比较特殊当然是国道 可是不要以为国道都只有B&W 因为前几年国道的预算被删了 然后他们就只能换Camry 所以用Camry 所以你不要以为 想说路上看到黑色Camry 这软子就轎过 可能快点车 你随时开了 对 但是他们 我知道是国道是比较特殊 因为他们的职情就是一定要靠车子 那所以说他们还会比较贴心一点 不是像各县市警察局说 我买什么车你就用什么车 国道他们要做问卷 所以说之前 包括像Volvo 包括像賓士 他们也都有进去要绝标 他说为什么每年都是只有B&W 那后来就是远景他们也会去试开 后来大家问卷舔一舔 B&W的满意度比较高 所以说他们才都买B&W 就是他们也要自己好开 自己能够驾驭对不对 我们刚看到就是IIHS 它的一个撞击测试 那它的准确度有多高呢 乃哥 其实我们看到这张图 大概就是在前一阵子的一个新闻 你是看到这一个是一个事故 这个事故说起来非常的可怕 你知道吗 一个是一个测试车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贴了很多伪装的贴纸 有没有 好 这个是菲亚特的阿狗 他在做测试的时候 不小心跟一台artist对撞 你可以看到这对撞之后 非常的惨 可是新闻标题下得很 很聪动 说这样 驾驶下场大不同 来猜猜看谁的下场大不同 一台是artist 一台是菲亚特的车 那这样子撞起来 谁吃亏 Altis Altis 为什么 Altis是2015年的车 你知道吗 结果你说大不同 也Altis就是说它的西部骨折 就腿骨折 然后这个阿狗的这个驾驶是受轻伤 基本上就是休息一下就回家了 那我们在看撞击测试的时候就要看 来看一下2015年的这个 Korola Altis 台湾叫Korola Altis 的确它在这个安全上面 小面积的这个撞击 得到的是一个M 它不是G 不是Good 所以其实在这个时候的确是这样 但是大家知道吗 2017年的时候 它有针对这个去改善 所以它这边又拿到Good G 也就是说它在2017年有做改善 那我们都知道 撞击测试是一个测试 就跟我们在考所谓的这个 大学联考是一样的 它用一次的撞击 来定你的生死 但是你考不过的话 你怎么样 就不读大学吗 不可能吗 所以你可以下次再来 所以你看 当它撞击 这个不是只有Toyota 很多车厂都知道 我们就不一一点名 在小面积偏 那个撞击测试的时候 最容易变形的 其实就是在这个西部的地方 你看 在这个地方 其实以前要求的是A柱不变形 可是A柱延伸下来的 这一根横梁 变形的 那我们都知道 考试是会怎样的 对 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你数学不好 我知道你考题在那 对 你数学不好你就补数学 你英文不好补英文 好 这个不好对不对 我就修改这边 然后我很容易就得到G 这一个满分的状态 但是呢 在改善这个的过程中 它是不是在其他地方做 因为考试没有办法 面面俱大 我必须说有的车祸 大家在网路上看到 就说什么车好 什么车不好 对 像瑞德哥一直都说 那是杰最好 我跟你说 他的车身 他不要找我拍广告 他的车身最用 舍不得换 然后我就说 其实这个 有的时候你要看运气 这个 因为 但是你说 在所有都没有 资讯的状况下的话 他是一个参考值 就像我们在考大学联考一样 他可以做一个参考值 但是我觉得 他不能代表绝对值 他不是绝对值 因为最重要的是 他是单向的一些评比 到最后实际上撞的时候 其实我说真的 很多意外 你想象不到的 你想象不到 你再怎么 撞击测试分数再怎么好 有时候就是有一个角度 对不对 你知道台湾台山省 台山县有一个弯道 很有名 一个月大概是撞三四台车 所以大家在那边看 哇 这撞击测试 这是现场的撞击测试 真实的撞击测试 真实的撞击测试 每一台车撞 有同款车撞 那效果不一样 你知道吗 撞击测试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就是它的速度是56公里 到60公里左右 每一个撞击测试是不一样 因为每个国家都有 它的标准 那在这个撞击测试的时候 你自己想想看 我们在路上 你开50公里去撞到 东西的机会有多少 大部分有高有低 有高有低 但是考试的时候 就考你56公里 你高一点或低一点 可能都自己偏离这个 那你开车不可能就在56 对 尤其是对撞 我们在看这种撞击测试 影片的时候 看得都很开心 但是我们要知道 在看完之后 它里面的给我们 什么样的数据 其实它很多东西 譬如说我们在说气囊 我们为什么不说它是安全气囊 因为它是用 比较少的伤害 来保全你 不要受到重大的伤害 就是有辅助的概念 所以我们都说它是辅助气囊 所以在这个部分 所以它是一个参考 但是它不是绝对值 所以我们现在的警车 到底有什么秘密的配备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现在现行 国道高速公路警察局的这个警车 那我们俗称它为红斑 因为它是这个红白条纹的相间 那其实这个是这个 国道高速公路警察局 自己拍的一个宣传短片 讲说我们的警车 最重要的配备 不是六速手排 不是高性能引擎 也不是180匹马力 也不是DS系动态循迹发行 而是呼吁大家要打方向灯 所以这支影片 其实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推广 算是宣导 对 宣导 不过我在2003年的时候 应该是台湾汽车媒体 独家的采访了全系列的 这个国道高速公路警察车 甚至它让我在这个国道上面 去做试开 那我私下问远景呢 就像这个德哥讲的 他们其实都有做一些问卷调查 不过年轻的远景都填说要大漆 都填要大漆来当警车 不过这个预算上的考量 其实这个B&W对于警车 有一个专用的生产线 那所以现行的这些B&W警车 它的规格其实也跟我们一般民用 去买到的是不太一样的 包含这个手牌 可能现在这些我们去展示间 也买不到手牌的这个 六速手牌 对 六速手牌这个B&W警车 那其实他们有非常多 不一样的配备 因为我们知道 B&W有专门一条做 警用车辆生产的生产线 我们的警车也是从那个地方而来 它包含了有所谓的 加重版的这个避震器 配备了双电瓶的一个设计 还有一些这个强化的一些 这些这个安全性的一些配备 是属于警车专属专用的 但是就是跟刚刚我们提到的 这个维护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真的去看 你怎么维护 你仔细去看 这些国道的警车的轮胎 尺寸都比我们自己可以买到的 这个同等级的车子 来得小一号 光轮胎都小一号 因为为什么 换起来便宜嘛 你要知道 一部国道高速公路警车 每天在这个国道上面跑 我记得我去采访的时候 那些警车外观 我们可能会知道 我们很腻的 这是第一次的 这个小火 是一篇 例子 有点 你就是 有点 也可以 看